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Vicca Winkman 這一節有Arno做嘉賓 Arno你好 Vicca你好 Arno,見到美股隔晚 因為地緣政治繼續緊張 有一個下滑的表現 港股也計成不了美股的表現 今早低開200點 暫時在24,100點的位置徘徊 但是看到一些科技股有監管的消息 科技股壓著市場走 其實現在看24,000點的位置是否守得住 我想24,000點的支持力度是有的 但是始終現在短線 市況大來調整 過去一個星期 我們經常看很多烏合局制 聯儲局加息 有些風險因素 就好像說,烏合局勢完全沒有消息 但是你說加息方面的憂慮又不是很大 但是基於是因為有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聯儲局可能不會這麼快去加息 但是對於港股來說 這些都不是短線最大的引誘問題 最大的短線問題都是說上星期五美團 就是說法國一位來未來 帶來一個訊號 其實對於淡友來說 或者對於我們向來都覺得 科技股不是很樂觀的看法 消息又不會很大驚訝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年初至今港股做得好 其中一個大驚訝 就是監管風險應該出到七七八八 現在市場短線就會有個戒心 會不會新年假期放營假之後 發改位也好 市監局陸續有力 不同行業今次就外賣了 會不會電商、視頻等等 又仍然繼續一窩瘋的力 你說科技股短線再向下的話 恒至24,000這些位置都有機會實收的 大相反而我們覺得看法就是 穿24,000才害怕 這些位置是最尷尬的 你說如果跌不穿 可能整個二月份才拉腳 可能三月份才追跌 那你說業績期這段時間 科技股份業績又不會有太大的看頭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就少做少錯 我們覺得嚴售24,000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作為一個止洩位 如果短線24,000都穿了 那其實今天都創過來神帝 穿24,000之後 創回到23,500、23,600左右這些位置 即是保力加通到底部 其實真的有機會 但是短線其實只是一個橫行格局 又未事於說真的很差 穿24,000才害怕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拿著整身橫置好創的話 我們覺得抱著一個中長線投資心態 即是你不要太重創 輕輕穿的 穿位分鑄吸納 我們說用半年左右的時間 完成收集期 其實策略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一下子這些位置很重 穿24,000的時候 那你是要想辦法減少 可能待會再去買 好啊 今天其實大家的焦點 都看著美團怎樣走 因為上個星期五 見到因為一個法國外的消息 跌了一成幾 其實今早早也創過近期的新低 最低見過178 但是一度都倒升上來 今天有很多街營觀眾 就著其實這個消息 即是下調商戶服務費這個消息 但是今天看到有一個倒升的現象 其實買不買呢 你短炒這些股份 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大不了 就是今天低位置 你如果這些位置你去買 純粹看到它跌得多 反彈而已 但是你會不會像大行那樣說 其實今天有這樣的股價狀況呢 你會留意在整個週末上面 很多大行報告 幾乎全部都維穩為主 覺得沒什麼問題 影響性不大 我認同的 很多內地的監管政策上面 中長線的影響 實際就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來未來你是規管員 公司可能收少些錢 但好像大行報告那樣說 補貼少了 給外賣員的成本高了 但是雖然這樣說 但是那個競爭 其實你在這一刻 你要開一間外賣企業 去打 尼脫 或者搶餓尿魔 那些市場佔流率 比之前會更加知道 但問題就是 最新的政策 有機會令到它的股值 要向下調整 你講的 是沒錯 長遠來說 可能還有一個盈利能力 但我不用給你這麼高的股值 所以這些類型股份 就是不斷依回52周低位 來做止洩位 接著搏反彈 你總有機會一天搏 但長遠這樣賭法不化算 賭錢也好 投資也好 所以你暫時說美團這些 你說要去搏反彈 我就不行 今天就落到178元 這些位置 但是你想想 昨天你搏了 你都不知道今天是178元 所以我們不會建議長期這樣做 特別你轉身轉得不快那些 炒這些股份就很危險的 少做少錯 我們就是在說這些 所以其實你在投資市場上 市場普遍會採取一個 避開一些風頭火勢的股份 甚至你說如果今天收市價 那整支洋竹 就是今天都不能夠以升收市 就算升1-2% 都是 未不足到 不但又怎樣散 所以現在美團 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 你不知道定些什麼位置 叫做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重要的支持位 沒有了 你又會不會落到100元 當然不希望 亦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殺股值 殺得到100元這些位置 那個股值水平 是不是叫做很吸引很離譜 又不是的 因為講的問題 就是講的 在未出業之前 或者公司未有一個明顯致印前 你都不知道這些公司 你今天究竟處於燒錢狀況 還是穩定現金樓狀況 如果它選擇再燒錢的話 市場不敗這一套 那股價不就有一個壓力在那裡 所以想美團這些未出業職傳 想到沒有想 短線升跌幅 波幅總會有的 可能200元 至到未來170元這些位置 自由上落 那你說現在是185元這些位置 就不會特別吸引 那你的角度就要改變 就是出了這些大陰燭 你會害怕是一件好事 你不會害怕的時候 不斷就要二番五十二週低位來做止息 這些沒有什麼好討論價值 好啊 另外大家其實都關注 就是貴檢結果的相關股份 上個星期五收市之後 恆子貴檢結果就加入了聯賞 和農夫山泉 不過今天其實他們兩個的走勢 都很大分別 992其實高開也都曾經升一成 農夫山泉也都曾經跌5% 不過其實看到跌幅 收窄了不少 現在都是跌0.3% 今天很多人都問992磅 但是農夫山泉 現在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都可以薄 首先你這樣想 我覺得任何部署策略上面 你不要只看股價升跌 入不入行 即是你入不入行 只可以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幾乎是一個媽媽是女人的道理 入指數是好事 入不到就是壞事 但問題在好方面 幫助性有多大 如果你說在目前2022年 現在說全球央行有機會收水 流動性收緊 經濟前景不明朗 這樣的情況下 還用資金流的角度去炒股 很危險的 因為你現在入了能子 沒錯今天衝上 大家衝勁有被動資金去買 但最後如果市場的風險位納 開始縮緊了 沒有被動資金去追 入了行指之後 接著公司的基本因素又開始轉插 一樣會面對著固執狀況 所以你說聯想 第一方面 如果你用一個目的 就是純粹因為入了指數 你選擇要去追 我就不是太過建議的 因為我擔心在業績期這段時間 這些公司會面對著 供應鏈緊張的問題 晶片短缺 可能對聯想的直接衝擊不大 但不代表它完全沒有這些風險因素 你現在追了業績出來 不可以 有這些潛在風險因素 又對現出來的時候 就有個問題 所以聯想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有貨的 的確今天是開心的 入了指數 但其實你講公司的市值1000億左右 流通又不是特別大 佔比又不是特別高 用回9元來做一個指責位 用收市價計 其他位9元 你可以繼續拿著 本中也試過9元期不穩 但你選擇去追 因為我們不會主張 就是用一個入指數的方式去炒股票 而龍夫山泉的確今天是跌不下 但其實你看過去這半年 股價是很波動的 今天又沒有收市 有整支下影線 當然是帥氣的 45元是一個很不錯的支持位 但如果你這些位置買 又要45元做止洩 所以你很難短線看股價走勢 而最重要的是 以目前的市況來說 高估值的股份 你有戒心 是一件好事來的 龍夫山泉現在是入了指數 但問題是60多倍PE 會不會跌下去是遲早的事 我會擔心 所以最主要是 這一刻買龍夫山泉 我想不到提多少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因為入指數而追進去 我覺得從過去半年 或者這兩三年的表現上 參考都沒有很下場 為什麼這次會突然可以呢 相反地我覺得 主要選股的巴拉斯 就是從基本因素上 看龍夫山泉和聯想 我覺得都不是太吸引 好啊 最後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 中共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 中共收市普遍向下 上升總合指數跌12點 報3478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34點 報3425點 目針300 跌29點 報4621點 創業版指數跌25點 報288點 恆指方面 今天中共收入24155點 跌172點 國企指數跌71點 報8466點 大施成交率有680億 也謝謝Arno和我們長短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遲休以上提供的股份 到無遲休了 謝謝 節目時間差不多 之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再見